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坐在主席台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他任内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一共32页的报告有超过25页陪估过去5年工作 说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121万亿元 5年年均增长5.2% 又说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疫情等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之下 稳住了经济大盘 经过艰苦努力 当前消费需求 市场流通 工业生产 企业预期等明显向好 经济增长正在企稳向上 我国经济有巨大潜力和发展动力 在全球高通胀的背景下 我国物价保持较低水平优为难得 14亿多人口大国保持就业稳定 蕴含着巨大创造力 政府工作报告也都定下今年多个发展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突出做好 稳增长 稳就业 稳物价工作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报告提出要稳定粮食生产 和推进乡村振兴 今年粮食产量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 以及要强化农业科技 托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反频 报告也都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坚定扩大对外开放 深化国际经贸合作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无私电视驻北京记者一层床报道 至于港澳问题 总理李克强形容取得新进展 有效对特区实施全面管治权 重新要继续观测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有关港澳的部分和往年一样 放弃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针 坚持依法治港治澳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 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原则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在回顾五年工作的时候 李克强形容在港澳方面取得新进展 有效对特别行政区实施全面管治权 制定实施港区国安法 推动香港由乱到治 走向由治及兴 深入推占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支持港澳防空疫情 保持稳定 第一次列席会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 还有澳门行政长官赫一诚 坐在主席台上谷 李一强宣读完报告 大会表决多项重案之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场的时候 先和李一强握手 之后经过李家超座位前面 习近平特意稍微停下来指向李家超 李家超作一环礼 全程大概五秒 李家超之后在社交网站那里说 很荣幸列席会议 说特区政府会发挥好 外国者治港的力量和价值 团结各界 全力拼经济拼发展 为市民谋幸福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导 李家超列席全国人大会议 开幕式之后 下午参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展览馆建筑面积有14万7千平方米 2021年开幕 透过文物图片等介绍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历史和发展 他逗留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离开 星期日晚和星期一上午 没有其他公开行程 中复回香港 全国人大会议今个月13日闭望 李家超到时会再上京列席闭幕式 并拜访不同部位和领导 总理李克强提到 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加快实施国防发展工程 今年国防预算超过 15500亿元人民币 增长7.2% 增幅和去年相弱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围绕实现建军100年目标 总理李克强提到过去五年 坚持中共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创新军事战略指导 加强实践化军事训练 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全面加强军事治理 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 加快实施国防发展工程 加强国防科技工业能力建设 报告也都提到要坚定奉行 独立自主架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 奉行护理共揚开放战略 中国圆同国际社会 一度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宁报导 人大会议消息先看在这里 全体下拍台三星期日 有的士怀疑失控撞向途人 五个人受伤 包括两个途人昏迷 84岁的士司机也要送院 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有观众提供的片段所见 的士高速撞向正是过马路的行人 多人被撞到 有人更加被拖行 去到大约50米外的电车路 84岁的士司机 意外之后清醒 自己离开车厢 由救护员送到去 律敦寺医院 涉嫌的士停在炮台山道 和英皇道交界 车头凹凑 地下围留怀疑是伤者的鞋 交通灯城被撞到歪了 篮杆也撞烂 大批的消防员和警员在场处理 现场消息说示范在大约下午1点 涉嫌的士员炮台山道下车 向英皇道方向行驶 怀疑失控撞向正是过马路的途人 铲落英皇道电车路 撞落路中间篮杆才停下 有目的者说当时的士的车速很快 其实我们是想截他的车 后来看到他的车有个人 没有上到 没有上到 后来他在上面U转下来 车就不知道为何 U转其实不用再踩油 U转的时候再踩踩油 就下来 下来之后我看到他的车速没有减 绿灯很多人过马路 他还觉得很害怕 假设你是绿灯你下来 你下车是坐停车下车 他没有 我不觉得他有坐停车的迹象 他直接是用下车的车速铲下来 有两位就弹了那边 有一个就在那儿不省 小小昏迷地爬回来 之后就看到的士 直接撞在电灯那边斜 整个车反一反跳一跳就跌回来 因为浮河的声音很闪电 就听到撞到 啊这样的声音 之后就两个飞了出去 之后就看到那些事后 有三位 一个就在爬 两个就昏迷在那儿 三个途人被的士撞伤 其中两个人头部受伤 分为送院 的士里面的乘客脚步受伤 清醒送到东区医院治理 在附近的商户 说的士撞到栏杆之后 栏杆飞到店铺头外面 我怕那时候 好奇那些无伤道人都带过来 一片很大情绪 因为发生了一个短时间 英皇道东西行线 虽然已经恢复了交通 但仍然有不少的市民 在场驻足为观 大批的军装警员 也在场呼吁他们 继续向前行 不要阻塞这个行人通道 涉事的士在事发之后 大约一个小时被拖走检验 不过在2018年 曾经发生致命车祸 当时一辆校巴 怀疑司机忘记拉手制 或者拉得不好 令校巴流前 最终导致5个人死亡 10人受伤 武士现实记者 刘俊玉不道 一息回来 有其他新闻 转后见 新闻时间 医官局证实 青山医院一个病房 三个多月前有碩士 从天花掉到病床 没有人受伤 有盐楼师不排除 检查时后有疏忽 有病人组织就说 当局未有即时公布 不能够接受 事发在去年11月底 现场的相片看到 石子大势和枕头相弱 假天花就跌落地下 时隔三个多月 医管局回复查询时证实事件 表示事发的时候 床上没有病人 根据顾问报告 估计病房对上楼层的后馆 曾经出现滲漏 导致石子松脱跌落 去年12月初已经完成维修 又指前年年底 楼宇嵌察顾问 嵌察时并没有发现异常 医管局说 对有关顾问的 嵌察工作表现非常不满 而为了安全起建 也都嵌察其他公立医院的结构 暂时未发现出现类似风险 又严流师表示 不排除检查时游疏忽 又指如果有假天花 和天花喉管滲流风险 最好每半年检查一致 如果天花有长期滲水的情况 因为滲水会导致钢筋生瘦膨胀 你也会逼爆石屎 当石屎被逼爆之后 石屎块就会有机会剥落 有机会构成一些危险 如果检查这些位置的话 隐蔽的位置 必须将假天花完全打开 也都需要用一些灯去做一些检查 有病人组织就认为 事件揭示安全隐患 也都涉及公众知情权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隐瞒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 整体来说 我们是觉得很难接受的 因为就在病人和家属来说 这个应该是安全的地方 如果变得非常不安全的话 我觉得就是给大众的信心 有一个很大的打击 他认为接二年三出现医疗设备意外 管理层难以卸择 希望当局设立机制防止意外发生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 卫生署过去三个月 接获54宗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 异常事件报告 当中14个人怀疑出现面痰 其中7宗个案介乎28到83岁 3个人曾经接种科兴疫苗 另外4个人接种伏必态 其余个案需要更多临床资料 或者缺乏足够资料评估 另外卫生署也接获两宗 怀疑出现吉巴士综合症 其中一个32岁女人 接种伏必态疫苗11日之后 出现肢体无力和麻痹 经治疗之后已经出现 至于怀疑出现心肌炎个案有三宗 其中涉及一个20岁男人 她曾经接种伏必态疫苗 一行调查显示 本港超过九成女性的运动量 远低过世卫建议的标准 调查机构建议政府和雇主 推出措施鼓励员工做运动 从事会计的Shirley 工作时间长 同时要照顾有长期病患的家人 她自己从来不做运动 体重日渐增加 亦有严重的痛症 经医生建议先开始做运动 你发现到原来运动完之后 你拉松一些筋的时候 你的肌肉就不会这么崩紧 所以现在我反而是收鞋 或者腰背的就少了痛很多 最主要是因为健康 而带来我运动额外的收益 其实我最重的时候是八四磅的 有运动地将自己的身形改变 是舒服过你就这样去不吃东西减肥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去年12月至今年2月 而文卷访问了1128名 25至59岁的女士 发现九成半人运动时间不足 未能做到世卫的建议 每星期运动最少150分钟的水平 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一个女性 她的健康意识和运动意识是好 而且她愿意付出行动 她对整个家庭的影响绝对是不小的 女青建议雇主和政府推出友善措施 例如现场阴线时段 鼓励员工在阴线时间做运动 和定期在上班时间举办运动班 推动员工做运动的持续性 无线电视记者黄港进报导 香港腎藏基金会等腎病关注组织 为1,600多名市民进行健康西查 发现超过七成人患有高血脂但不知道 腎藏基金会说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 是腎病隐患 过去一年全港有1,600多个有末期腎衰病人 靠洗腎洗肚维持生命 当中五成人患有糖尿病 一成人有血压高或者血管病 基金会联同腎科学会 以及腎科护士学会 在全港五角领展商场 为1,600多名市民进行健康西查 发现七成三人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脂 有六成八人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糖 而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过重或者肥半的 分别有五成六和三成六 团体呼吁市民主要饮食和勤做运动 控制血糖和血压 预防腎病 经过十几年初伤 联合国百几个成员国 终于就公海条约达成协议 同意2030年之前 将全球三成海洋纳入保护范围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 迈出历史性一步 联合国百几个成员国的代表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经过38小时马拉重识初伤 终于就公海条约达成共识 今次时间40年 联合国再就海洋保护达成协议 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建立所有国家都有权利捕鱼 航行和做研究的公海海域 但只有1.2%的公海范围受到保护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就估计 有近一成海洋物种频林绝种 而在公海条约下 将会有三成海洋在2030年前 纳入保护范围 保护区内的捕鱼数量 科轮航线 以及深海开采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有助保育海洋生物 维护海洋生物的多样性 多年来各国未能就执行经费 以及育权等问题达成共识 令到初伤超过10年 仍然未能取得突破 不过条约目前仍然没有执行细节 有环保组织就要求国国尽快进行商讨 以及履行协议 说若果要达成条约的目标 每年需要保护11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 美国俄海外再有载货列车出轨 是当地大约一个月内的第二中 事故中没有人受伤 但令外界再次关注列车安全问题 网上片段看到 出示载货列车出轨之后 部分货柜跌落路轨两旁 当局证实事故中一共有20节车卡出轨 列车公司说星期六下午5点左右 一列有212节车卡的货运列车 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向南行驶的时候出轨 但说列车上并没有危险物品 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就呼吁方圆大约300米的居民 有需要的时候到安全的地方站蔽 事故中没有人受伤 但由于电线受损 当地有过千户停电 今次是俄亥俄大约一个月之内 第二中列车出轨事故 出示的列车属于同一间公司 有议员就批评列车公司只顾企业利益 罔顾民众的安全 大家好,我是陈玉桥 炮台新昨日有的士怀疑失控状向途人 五个人受伤 包括两个途人昏迷 84岁的的士司机也要送院 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由观众提供的片段所见 的士高速撞向正是过马路的行人 多人被撞到 有人更加被拖行 去到大约50米外的电车路 84岁的士司机 意外之后清醒 自己离开车厢 由救护员送到去律敦寺医院 涉嫌的士停在炮台山道和英皇道交界 车头塌陷 地下围流怀疑是伤者的鞋 交通灯城被撞到歪了 栏杆也撞烂 大批的消防员和警员在场处理 现场消息说示范在大约下午1点 涉嫌的士沿炮台山道下车 向英皇道方向行驶 怀疑失控状向正是过马路的途人 铲落英皇道电车路 还落路中间栏杆才停下 有目的者说当时的士的车速很快 其实我们是想截他的车 后来看到他的车里有个人 就没上到 没上到后 后来他在上面U转下来 车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U转其实不用再踩油的 U转时不用再踩油 就下来 下来之后我看到他的车速是没有减过 绿灯很多人过马路 还觉得很害怕 假设你是绿灯你下来 你下车是停车下车的 他没有 我不觉得他有停车的迹象 他直接是用下车的车速铲下来 有两位就弹了那边 有一个就在那边不省 就是小小昏迷的就爬 爬回来这里 之后就看到的士 直接撞在电灯那边斜 整个反一反跳一跳就跌回地 因为同学的声音很闪电式 就听到撞到的啊这样的声音 之后就两个飞了出去 之后就看到那些事后有三位 一个就爬着 两个就昏迷了在那边 三个途人被的士撞伤 其中两个人头部受伤 分为送院 的士里面的乘客脚步受伤 清醒算到东区医院治理 在附近的商户说 的士撞到栏杆之后 栏杆飞到店铺头外面 我那时候好吹那些无伤 都带过来的 一片很大程总之 因为发生这段时间 英皇道东西行先 虽然已经恢复了交通 但仍然有不少的市民 在场驻足为观 大批的军装警员 也在场呼吁他们 继续向前行 不要阻塞这个行人通道 涉事的士在事发之后 大约一个小时被拖走检验 不过在2018年 曾经发生致命车祸 当时一辆校巴 怀疑司机忘记拉手制 或者拉得不好 令校巴流前 最终导致五个人死亡 十人受伤 武士养的记者流转欲不到 近期不少涉及的士的交通意外 司机都年过七十岁 有的士商会说 租车给店长司机的时候 会留意对方是否适合驾驶 当局表示正是检讨駕駛 执照持有人的 体格证明机制 1月初一个87岁的的士司机 曾经九日之内发生三次意外 业界说现在司机主要介乎 55至60岁 占整体三至四成 60至70岁和70至80岁 就各占大约一成 年过80岁的就不多过50人 根据现在运输署规定 年过70岁的司机 要申请逐领的士牌照 就必须要先找注册医生 签署体格检验证明书 业界就认为体检要求足够 但更重要的是关心司机状况 在租车给司机的车行 或者打理人身上 其实要多点关心一下自己的司机 尤其是他的精神状况 或者他的反应 随着突然间 俗清一些 他那些老人病发生的时候 可能自己是不知不觉的 但我自己当然亲身经历过 因为有一两个司机就说 突然间忍不了尿 或者变了记性叉了 忍不了脑 也都试过留意到一些司机 突然间老人痴癌症的发生 我们都没有给他们银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表示关注事件 运输署正是检讨驾驶 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机制 完成检讨之后 将会资讯业界等等的持份者 以敲定检讨结果 另外的士业界说 很少新人入行 现在30至40岁的的士司机 只有大约一成 说年轻人宁愿做白牌车司机 令到很多年轻人 都觉得就会开一些职业 虽然他做几个钟 不够找的士司机 全职的的士司机收入多 但因为觉得自由度高 我开几个钟 找几百元 不用正式监管 那又不用考牌那么辛苦 因为的士司机考牌 现在要考几百题 他期望和当局合作提升服务 令到年轻人看到的士的行业 仍然有前景 无线电视记者 吴嘉軒对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星期日早上在北京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发表政府工作报告 说在台湾问题上 要坚持反毒速筒 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 过去五年 台海局势持续紧张 去年八月 市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触发中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 表明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 但是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总理李一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也说在台湾问题上 要坚决开展反分裂 反干涉重大斗争 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列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毒促通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竞争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动两岸共同哄扬中华文化 同心共创 复兴伟业 相比去年的工作报告 今年有关台湾的部分篇幅比较长 没有提到外部势力干涉 多了强调两岸经济和文化合作 特别是要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在台湾陆委会回应说 希望北京当局以理性平等相互尊重的态度 无实处理两岸事务 为双方两声互动创造条件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期报道 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提及在防控新冠疫情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今年要推占疫苗升级和新药研制 新冠疫情持续三年多 总理李克强回顾防疫工作的时候 形容过程极不平凡 强调抗疫成功由来国家、民众和医护人员的努力 新冠疫情发生三年多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应实应是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 全国人民坚忍不拔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他说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之后 重点去保健康、防重症 今年要推进疫苗升级和新药研制 李克强也指出部分地方和官员一刀切执行政策 莫视民众合法利益 强调要贯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他说过去五年国家持续改革医疗体制 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水平超过5700万人受惠 未来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庸下沉 和区域均衡布局 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以及高等教育创新 李克强又说今年要加强建设住屋保障体系 解决新市民和年轻人的住屋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 工作报告为香港发展举期定向 未来会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多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说 香港未来应该借助新兴产业 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站那里说 特区政府会绽一步完善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主动进取招商引资 招财引资 继续改善民增 加快造地建屋 以及贯彻精准扶贫等等 财政司司长陈某波就说 香港未来要更加着力挥大内需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等 预算案已经提出 将香港打造为国际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中心等 希望加快推动本港经济 向高增值的方向发展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慧 就向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三个目标 包括发挥外国者治港力量和价值 共同推进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共同为香港聘经济聘发展等等 多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说 香港未来应该借助新兴产业 推动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我们科技创新那方面一定要继续努力 因为有些核心的技术我们要自己把握到 才可以做到国际創科中心 利用香港面对国际化的一个优势 是可以在香港建立国际化的数据交易所 在这方面就可以用香港先行先试 将部分的国家的数据在香港交易 然后就可以发展到一带一路国家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就说 随着修改选举制度和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央实施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 现时就是让一些爱国者在治港的过程当中 怎样能够更加突显出 是有作为 有担当 还有能够做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个目标 在本港就有青年团体组织近百人 一起看利一强宣读政府工作报告 组织说希望能够加强他们对于国际的认识 无声电视机就在中策器报道 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北京出席港区人大代表团的 全体会议时 表示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 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决定性意义的最好延长教育 郑雁雄说香港亲眼目睹 亲身感受历史巨变 更加珍惜一国两制 更加自觉拥护中央决策部署和拥戴习近平总书记 他认为必须发挥好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 并且抓住新阶段关键期的重要机遇 香港不能够再搞错方向 必须时刻清楚见到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 根本宗旨 根本底线 郑雁雄强调 香港工作是国之大者 中联办将全面贯彻两会精神 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先有些一会 回到其他消息 有团体促请当局勃款加强在校托管服务 并为妇女提供就业支援 以释放妇女劳动力 随着社会复常 不少全职家庭主婦都有意重返职场 但求职之路 惊激满途 有两个女儿 年纪大概40岁的阿珍 就因为上班时间难以协调 求职十几次 每次都失望而回 跟他们说明小朋友放假 我要放假 很多老板都一听到红日回不了 还有周六日回不了 他们都会说很难夹时间给你等回复 勞联妇女事务委员会在一至二月 访问了736名有幼稚园或者小学子女的妇女 当中的四成五人需要同时兼顾工作和照顾子女 有一半的受访者是全职主婦 其中超过九成人表示 托儿服务和货预托管不足够 他们又说如果有足够的托儿服务 愿意投入劳动市场 团体呼吁政府善用财政预算案预留的一亿元 协助妇女就业并应该增缝资源 加强在校托管服务 现在很大部分的妇女或者一些兼职的家庭主婦 都是从事一些比较前线的服务行业 政府说的是有一些再工业化 新型的工业 这些行业在前线上会不会都是需要人手呢 会不会我们的妇女 其实透过一些简单的培训 是可以入职到相关新兴的行业 我们是希望政府这一亿 是真的可以帮到妇女去转型的 他们促请教育局联同劳福局 设立专责小组 负责在校托儿服务的事项 无线电视记者陈思零不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政府将持续增加职专教育资源 有或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为年轻人 创造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子说 过去的星期六访问香港资专设计学院 了解主修时装设计 艺术科技和化妆造型等同学的学习情况 他穿上唐装 体验在虚异场景里面拍摄 又参加空口针制作工作坊 他说职专教育在社会很重要 政府过去几年持续增加资源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推出为期两年的先度计划 下学年开始 中学生可以在文彭市的框架下 同步修读职专教育课程 比学生可以顺应个人兴趣 探索未来发展路径 其实在社会里面 我们不同的行业 有不同的功能 不同年轻人 有不同的秩序 在职专教育里面 范围很阔的 都不是单纯讲学术的 有更多的地方 是按大家的兴趣 追寻他们的创意 一些其他方面的发展 陈茂波又说 政府致力民创产业发展 预算案再向自2009年 推出的创意自由计划 注资5亿元 鼓励更多跨界别 跨领域的创意文化合作项目 由支持本地电视台 和内地或者亚洲的团队 联合制作众艺电视节目 希望能够提升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力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卿不道 美国商务部上个星期四 将28个中国企业或实体 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包括华大基因香港子公司 华大集团对美方的决定表示反对 华大集团在网站发表声明 强调集团确守商业伦理 严格遵守国际商业惯例和法律法规 在全球范围内合规和开展业务经营 致力于为各国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健康 作出积极贡献 华大集团的科学研究 以及各项业务严格遵守国际惯例 标准以及法律法规 科研成果都以公开的方式 发表在国内外的学术期刊 会尽快就这件事和各方积极沟通 以确保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 据报南韩政府今天公布以一男子的方式 处理二战日本强征劳工争议 包括透过第三方代替政府支付赔偿 南韩在野党批评 方案是为日本开脱历史责任 日韩多个传媒引述外交消息报道 南韩政府在星期一正式发表解决二战的时候 日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赔偿问题方案 预料会由南韩政府核下强征劳工受害者 支援财团负责酬资金 代替涉及争议的日本企业支付赔偿金 之后日本政府也会允许日企向财团捐款 表明继承过去政府间的对话 以及日韩共同宣言 向被强征的劳工展示协议 据报政府间也相议由两国商会 共同成立青年基金会 并且由有关日企以不同名义为基金注资 推动两国年轻人交流 日本也会撤销2019年起 对南韩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并且重新将南韩列入贸易出口白名单 促进两国经贸发展 2018年南韩最高法院裁定 30重工的日企对强征劳工受害者有赔偿义务 但当时日本政府认为 日企赔偿意味着接受判决 立场上无法接受 两国一直讨论日科不直接赔偿 而以其他方式出资替代 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反对政府方案 形容是屈辱内交 说由第三方代为赔偿 是为日本开脱历史责任 并不是为受害者着想 更加不是向当时强征劳工的日本企业问责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顺报导 导致57死的希腊火车相撞事故 所触发的示威冲突持续 示威者星期日再在雅典市中心集会 向警员投摘汽油弹 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赶 示威者批评当局漠视火车安全 总理米座塔基斯向国民发信 强调身为总理在事件中亏欠所有人 恳求死者家属原谅 事发在上个月28日 希腊一列客运火车 与另一列货运火车迎头相撞 造成严重伤亡 米座塔基斯曾经说 事件是人为失误所致 但示威者批评政府 拖延安装火车防对撞的系统 让成惨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